要跟大家講說 我是一個投資理財白痴 所以千萬不要跟著我投資理財 就是這絕對是詐騙 101董作架槓給賈永傑出面喊話 民眾別再掉入詐騙圈套 也曾在臉書發文分享選股配播的是 賈永傑真假的假 他還怒斥有一種就都不要下架 看說現在誰的流量會比較高 然後他們就會冒用了 不管是頭像也好啊 然後變成一個投資理財的專案 賈永傑不忍了 因為詐騙防不勝防 就在你我身邊的超商賣貨便 也得注意 用14萬美食粉專版主 大大寫下78000多全沒了 因為怎麼也沒想到 上網賣個票卻換來詐騙 雙方透過超商賣貨便交易 買家匯完款後 對方卻說自己的帳戶被凍結 請當事人聯絡賣貨便客服中心聯絡 既然又轉到銀行客服 還提供專員照片有模有樣 親戚之下只好一步一步 按照對方指示操作 殊不知過程中各資早被摸透 回過神來 賬戶的錢都被轉出去了 假賣貨便 真詐騙案例不止一樁 有人說被騙了九萬塊 直接把銀行裡面的錢都騙走 天文底下也是哀嚎一片 超商持續在官網宣導 要大家不要輕易在不明網站或通訊軟體提供個資 就怕回過神來恐怕只能花錢買教訓 三天今晚張柏林去台北中央報導 輪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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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廣告